根据新京报提供的数据 2019年平均三天就出一次地线的事 2005年至2015年发生过120起地线事故 其中人为因素占54.2% 每次见到地线事故的新闻 都让人有种命运无常的感觉 走着走着 瞬间就陷进了地面 可怕有荒诞 不少地线事故发生地 下面是下水道或者防空洞 这让我想起从前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 是不是真有个未知的地下世界存在 不是科幻电影那种地下城 而是现实存在的地下世界 有人以另一种规则生活 或有什么特别的生物 比如人者神规 这当然是我在扯淡 成年人都知道 人者神规是假的 不过 他们的形象来源 却源自一个纽约的真实事件 1935年2月10日 有群年轻人 在纽约一个下水道里发现了鳄鱼 此事被刊登在当天的纽约时报 后来的几年 美国就有了下水道鳄鱼的都市传说 一个事件能成传说 要么很好笑 要么很可怕 要么好笑又可怕 下水道鳄鱼属于可怕的一种 以为人害怕阴森 封闭 肮脏的下水道 更怕里面钻出什么惊悚的东西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 发生在1931年冬天的上海 而故事的开始 就是那年最大的一次地线事故 在望平揭开事务所的头几个月 我一直接不着火 全靠给申报 编编稿子 写写文章过日子 有时也会把从前在北京查过的案子 改改写成小故事 投给一家叫福尔摩斯的小报 福尔摩斯卖得好 开的稿费常常比申报要高 这是因为小报打大 敢说话 动不动就爆黑幕 所以他们对我写的 北洋政府相关的故事很感兴趣 不过我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也被登在福尔摩斯报上了 而且写的神乎其神 成立则恶鬼传说的唯一亲历者 那是民国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冬天的事 年底的时候 我听说法租界旅班路 开李家新书店 就腾出一个上午 专门去看看 我不常来这一片 有点迷路 一直抬着头 看着店招牌 生怕错过去 走冤网路 走着走着 脚底下一软 路面铺地陷了下去 我心里惊了一下 来不及低头看 就掉了下去 眼前一片漆黑 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被土埋起来了 吃了一嘴土 一口气也喘不上来 就那么几秒钟 身体和四肢 都被土方压得动弹不了 我一时逐渐模糊 眼前开始回放我的一生 这时 好像什么东西 把我往下拽 感觉后背底下突然一空 身体坠了下去 耳朵里轰隆一声 我完全从土里掉了出来 落在一个黑洞洞的空间 我爬起来翻过身 抠掉嘴里和鼻子里的土 剧烈地咳嗽 过半天喘云了气 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和臭味 冲进鼻子 熏得脑门疼 我摸黑坐起来 摸到一滩水 再往边上摸 是一堵砖墙 我应该是穿过路面底下 它掉的土 掉进了下水道里 等我被市政营救人员 救了上来的时候 地上天已经黑了 初不认定 使路面下的下水道 维修失当 砖起的顶板掉落 导致地面塌陷 我和另两个行人 还有一辆车 掉进了塌陷的大坑里 车里的两个人 没什么大碍 我掉进了下水道里 侥幸活下来 剩下的两个行人 被埋在土里太久 闷死了 诡异的是 除了我们五个人 还多挖出了四具尸体 所以租界寻补也带人来了 我被拉上来的时候 被一窝蜂涌上来的记者围住 问我在地下见到了什么 我说什么也没啊 你可以下去看看 然后 我找营救人员 要了条毛巾 使劲擦衣服 这西装是代代一周前 才送我的 一个华人警探过来 轰走了记者 把我拉到路边 这警探兴马 前段时间 因为一个案子 我见过他一回 老马撵着手里的烟卷 抄记者那边看过去 给我递了根烟 这些记者又要瞎歇了 红毛僵尸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说知道 怎么你也信这个 红毛僵尸这个词 我前段时间确实听说过 传得挺邪乎 说是在下水道里有个妖怪 红毛白身 像极了民间传说的红江 有不少人说 曾在半夜 见过下水道里 钻出红江 三米多高的个子 手长脚长 不穿衣服 全身上下长绒毛 惨白的脸 顶着一头血红的长毛 还有人说 红江专门夜里出来吃人 从后头一把掐住行人脖子 就像脑袋 砸开天灵盖喝脑汁 要是碰见女的 就一把搂住 拖进下水道 我在福尔摩斯报上 确实见过一则新闻 说记者在下水道井盖边上 见过女孩的衣服 还有碎骨头 我向来不信这些东西 也没当回事 这些新闻说得头头是道 还带照片 你不能说它是全是编的 但要证实也难 我问老马 寻补房查没查过 这个红毛僵尸的说法 从哪来的 都是道听途说 街上的人瞎传 我们哪有功夫查这东西 老马想了想 下了烟 小心翼翼地问我 不过 你掉下去的时候 还有后来在下水道里 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地方没 我把掉下去的经过 跟他复述了一遍 老马听完 皱了皱眉头 啥也没说 我知道 再想问出啥 就得给好处了 我准备掏钱包 浑身上下摸了个遍 没找到 肯定是地线的时候 掉在了坑里 或下水道里 老马见我没摸出什么 摆摆手 劝我早点回去 我们到时候会去找你了解情况 毕竟你也算受害人 说完就朝他那帮同事走去 我没回家 直接回到事务所 又翻出最近出版的几十份报纸 搜索关于红毛僵尸的消息 先前没怎么放心里 现在一看 这事传得比想象中还广 在法租界的霞飞路 圣母院路 天文台路等好几个地方 都有市民说见过红毛僵尸 第二天一早 鲍铜送来报纸 我上新闻了 不知小鲍 连大鲍也登了 还带照片 照片是从我邪后方式脚拍的 我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 正在伸手让一个人拉我起来 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 觉得还挺有意思 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清楚地看过自己 这时我发现照片有点奇怪 我背后有几小块深色的污渍 明显不是泥土 我脱下西装挂子 翻过来摊在桌上 果然有几块暗红色的斑点 是血迹 我身上一点伤没有 上来后 除了跟老马抽了会儿烟 谁也没接触 之后就回来了 这几块血斑 肯定是谁留在我身上的 过了两天 老马还没信 我坐不住了 去了薛华丽路上的麦兰寻补房 老马告诉我 结案了 吊坑里闷死的俩 市政赔了钱 无名死尸也查出来了 是几个叫花子 没名没姓 在问什么 老马显得不耐烦 东拉西扯了几句 一直逃避问题 后来他说 他手底下几个华人寻补 对红毛僵尸这个事 都有点忌惮 洋人寻补 不幸有这种怪物 但也不愿为了几个 中国乞丐的命 去钻下水道 我没说那几块血斑的事 打算自己查 说不定能查清 这传说怎么回事 又能写篇大稿 投给小报 第二天 我去工董局大楼 借出了法租界下水道的规划图 按着图 很快就找到了 线坑附近的一栋公寓楼 这楼里的地下室 有通向下水道的检修口 从检修口进去 可以走到塌陷的那段下水道 我规划好了线路 带上了一个手电筒 一把折叠刀 一张硫酸质 踏印的下水道地图 换上一双黑胶皮雨靴 开始了地下之旅 这间公寓也在法租界 与上海老城不远 公寓的管理并不是十分严格 管理员并不关心 我很顺利地撬开地下湿地锁 进入到下水道的检修口 我打开手电筒 一道光柱穿出去 让我能看清下水道里大概的情况 这条下水道是纯混凝土结构 椭圆形 上小下大 由一人宽 高度也由一人来高 下水道里的污水并不是很多 不算太脏 我沿着这条下水道 一直往前走 朝着地线的大概方向前进 在一个岔口 下水道突然变宽 由原来的混凝土 变成了砖气的墙壁 拐过一个弯 我看到了个奇特的东西 有一张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 上面覆盖着芦苇和稻草 这玩意儿 看着像一张床 前面又是一个岔口 我把手电筒的光稍稍移开 发现从右侧的岔口 打过一道光 我关掉了手电筒 攥住兜里的弹簧刀 手放在崩筐上 捏手捏脚地 朝有亮光的岔口摸过去 在拐角处 我停了一下 慢慢把头探出去 这是个更宽敞的砖气下水道 大概有两米宽 三米高 在前面的下水道里 至少有十来个乞丐 大多数乞丐 躺在用石头和砖块架起来的木板上 已经睡着了 剩下的 有几个借着油灯碗里微弱的光线 缝补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还有个靠在墙边 嘴巴一张一合 再和空气说话 他的鼻头烂了一半 还没睡的几个乞丐 顺着声音张望过来 看到我 纷纷放下了手里的火 我有点慌 没想到下水道里会有这么多人 我撒谎是下水道的检修人员 要对下水道进行检查 没有要打扰他们的意思 那几个缝衣服的 低下头接着没干完的火 我凑到那个烂鼻头跟前 吻得听没听过一个红毛僵尸的传说 那人嘴巴不动了 好像在思考 然后摇了摇头 我又问了那几个缝衣服的 他们要么摇头 要么根本不理我 有个乞丐说我听说过 然后跟我伸手要钱 我掏出几毛钱给他 他揣起钱笑笑 说僵尸就在下水道里 你自己找吧 这时有个乞丐在床上骂开了街 嫌我吵他睡觉了 我只好赶快离开了这段下水道 继续往前走 又往前走了不远 到了他先的地方 这里的下水道 已经被坍塌的土方完全摧毁 这里面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只有淤积的污水和淤泥 我试着用手爬了扒 什么也没有 我只好原路返回 在经过一段狭窄的淡星下水道之后 拐错了方向 然后越走越偏 迷路了 在一个下水道的断头 我拿出踏印的地图 仔细回忆着走过的路线 这时一个尖锐的东西 顶住了我的后腰 一只手摁住我的肩膀 把我推到墙壁上 别回头 是个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我想摸住腰里的短匕首 不料被他发现 一脚把我的手臂踩在墙上 顶在我后腰的刀子 又使劲往里钻了一把 刀尖已经刺破了衣服 我放弃了抵抗 重复了一点刚才的谎话 称自己是市政人员 扯淡 你是个侦探 你叫金木 你在调查那几个死叫花子 是不是 没等我回答 他就说 要想知道那几个叫花子 怎么死的 三天之后晚上十点 到花园公寓的地下室 你就能知道了 还有 你不是在找什么红毛僵尸吗 去了你就见到了 他顿了一下 似乎在琢磨着什么 又说 你数到时在回头 回头之后 又拐走到第二个岔口 然后左拐 说完 先是我肩膀上松快了 之后顶在我后腰的刀子没了 我听见背后哗啦啦的踩水声 赶忙回头 那个人已经消失在下水道里 按照他指示的路线 我终于走出了下水道 这个出口通向赵家邦 废水直接排到这条河里 河的两岸都是船屋 一河之隔的对岸 是洋房邻里的法租界 花园公寓在公租界 为了保险 我提前来探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新建的高级公寓区 一共四栋楼 楼的前后都有花园绿地 环境十分优雅 公寓管理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穿着不太合身的藏青色制服 我竟给他一支烟 唠了会儿家常 然后才说到这里的地下室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我先说 我也不是什么官面上的人 问您是因为一个朋友 让我来这里等他 我就是先来打听打听 这地下室里是啥 管理员笑了笑 你这朋友也没跟你说 这地下室是干嘛的 你就赶来 万一是个盘子洞呢 我打着汗 说那就好了 我就能开开眼了 这时花园那边有人喊他 他朝我摆摆手 踩灭了刚抽一半的烟 凑到我跟前 挺神秘地说 既然是你朋友让你来的 我就给你交个底 下面是个赌场 你可别被坑了 说完 他整理了一下制服 急急忙忙走了 上海的冬天 有着和北方不一样的阴冷 太阳一落山 这种潮湿阴冷的感觉 就越发让人坐立不安 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花园公寓地下室 走往下走时 我看见地下室入口挂上了一个铜铃档 旁边站着一个人拦住了我伸出一只手 想起管理员说的要入场费 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他 他手依然伸着 我又掏出五块钱递给他 他这才收回手 问我压黑压红 我说这赌局有意思 刚到门口就得压住 他没理我 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条 五块钱入场费 五块钱下注 家住或换口都去找里面戴沾帽的 一场一劫 我说压红 他递给我红布条 敲了一下铜铃 把我推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几十人 中间流出了一个四米建方的空地 用麻绳围起来 空地上躺着一个满脸失血的白人 胸口一起一伏 另外一个站在一旁 正吃力地举着带血的拳头 一边吐出一口一口血痰 原来不是推排九堵头子 这是个堵拳的地方 那个半死的白人被抬出场 一个戴着沾帽的小矮个子 捧个大破罗开始收账 我把红布条给他看 他拿了两根筹码给我 说哥们儿停走运 进门先赢一把 在地下室的角落里 两个叫花子正在扒下一个死人的衣服 看上去是那是个要厌弃的拳手 人群中一阵欢呼 一个黑头发大鼻子的洋人 走到空地中央 他额头绑着一条红布带 戴着拳击手套 空地的另一边 也走上了一个体格巨大的洋人 绷着一身剑子肉 面无表情 额头绑一条黑布带 勒住一头火红的长头发 手上也戴着拳套 不过拳套旧了 都裂了口子 两人一言不发 直接开打 虽然拳拳到肉砰砰响 但并不是什么正经拳术 更像不要命的街头打架 围观地撕着嗓子喊 大概都是压了住 或者见了血眼红的 黑头发开始时连续出击 一度占据上风 不过也就两三分钟之后 动作就开始慢下来 红头发呈受住最初的一番打击 开始慢慢转手围攻 虽然矮对方一头 并没有处于下风 他连续用勾拳偷袭对手 很快 红头发就把对方逼到了角落 连续的直拳和勾拳 让对方疲于防守 根本没法反击 不到一分钟 红头发将对手击倒在地上 地下室又疯狂起来 红头发打拳很聪明 似乎知道对方正情绪高涨 于是先防守后进攻 观察对方出拳的漏洞 接下来一场 上来一个留着寸头的中国拳尸 光膀子穿一身短打 脚上是粗步不屑 他轻飘飘走上场子 朝红头发拱了拱手 手上缠着些血迹斑斑的白布条子 红头发这回主动出击了 冲到寸头跟前直击门面 寸头跳开也不还击 红头发就在跟上 一穿猛击却只蹭到对手衣服 十几个回合下来 红头发有点喘 那寸头开始小心出击 看起来是西洋拳的架势 但又有点滑稽 蹦跋得像只猴子 我多少懂一些拳术 看得出这红头发是输在了节奏上 两人贴着打 他的拳击出时 都在寸头后撤的瞬间 看上去是打中了 力道却是虚的 寸头逮住机会 一头钻到红头发怀里 出拳连击 都结结实实打在肚子和泪下 红头发后退着要挣脱 脚下被寸头使了个绊子 撂倒在地上 人群的狂欢达到了顶点 在场大多是中国人 他们扯着嗓子喊 打死红毛 打死红毛 寸头针就动手打起来 泄阳定式地 在红毛头脸上一圈圈砸 直到那袋沾帽的上去拉住 在场也有一些衣着体面的养赌客 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但嘴里也哇啦啦地骂 掏出大把大把的筹码 丢在沾帽那大破罗里 两个叫花子架起那红头发洋人 离开拳台 其中一叫花子穿着破棉袄 腰里别着我的钱包 我趁着人们还在庆祝和分钱 躲进阴影里 然后跟上了他们 他们走进一个通往下水道的检修口 越往里走越黑 我不确定距离他们有多远 不敢用手电 只能摸着墙壁慢慢往前挪 前面突然传了一个声音 别吱声 跟着我往前走 接着有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胳膊 我搞不清状况 只能让他拽着 在下水道里左拐右拐 忽然他停了下来 我也停了下来 远处传了一片嘈杂 是人说话和踩在污水上的声音 离我们越来越近 拉着我那人突然松了手 接着我脸上就挨了一拳 我来不及说话 肚子又挨了一拳 再接着是拳脚相加 打得我几乎要窒息 我扶着墙 想还击 却根本看不清对方 双手在空中挥舞了几拳 打在他身上 根本没力气 说话声和脚步升到了跟前 我茫茫茫茫看见是一伙人 拎着煤气灯 我强忍着头晕辨韧 看出揍我那人就是红毛 昏黄的灯光摇摇晃晃 那人已经扯掉了黑布袋 一头红毛从额头披散下来 遮住了眼睛和鼻子 只看得见嘴巴 他伸手撩起头发 露出惨白的脸和一只眼睛 眼角正渗出些来 这时我才看清 他眼珠是蓝色的 外头混进来的 可能是男使虎牙子的 来盯咱们场子 他跟那伙人说张嘴刺了呲牙 做出一口血吐在我脚下 一个人把煤气灯在我眼前晃了晃 说周也确实是外头来的 咱们处置 一个小矮各自走过来 滑稽地煮着一根文明棍 阴森森地盯着我 周也没搭理那人 而是喊了一声赵瘸子 让他去地下室的赌场看着 免得出岔子 一个人从人群里走出来 故意向我亮了一下腰里憋着的钱包 他走起来两条腿挺利索 一点也不缺 周也又喊了一声红毛 红毛撒开我 走了过去 周也攥住了红毛的后脖梗 拍拍他的脸 跟他说了几句 红毛点头答应 朝我走了过来 他从同伴手里接过一根绳子 把我绑了起来 然后全身上下搜了一通 把手电筒 打火机 烟盒什么的都掏出来扔地上 拎起一盏灯压着我 走向下水道深处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七拐八拐 拐到了一个死胡同 他放下灯 让我坐下 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我问说 你知道有个红毛僵尸的传说吗 他打了我一巴掌 掏出把一盏掌的脑子 说我脑子你信不信 我说当然信 你带我到这儿 不就是为这事吗 他把脑子收起来 说你可以不死 帮我个忙 我问帮什么忙 出去帮我弄个护照 外国的 外国的 哪的 他说白人国家就行 地面上洋人的护照好使 一个洋人嘴里说出来洋人俩字 听着有点怪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能办这事 你是金先生 金母 四家侦探 在望平揭开事务所 我说那你不怕 我出去就报警 他说那一天你掉进下水道 是我瞪着你后背 把你从土堆里拽下来的 算上这回 我已经救你两回了 他说上次地线时 他正在往墙里买几具尸体 上面他下来时 他往土里扒拉着看 见着我就拉了下来 顺手摸走了我的钱包 我想起西装别厚的几点血斑 透过灯光 看他的缠着绷带的手 手背上 指缝里和指甲里都是黑色的血迹 我说你天天这么不要命地打 他拿脑子敲了敲墙 你要帮 我就把你放了 不帮也行 现在整死你 埋墙里 我说好 给我张照片 出去我帮你办 不过你不怕我出去就报警 他没说话 从后腰摸出一张纸 拿起灯照给我看 是我的名片 名片上还别着一样东西 是一只发卡 这只发卡 昨天还别在袋袋头上 金先生 这事由不了你 你不是一个人在上海吧 说完 红毛伸手到我腰里 摸出了我那把短匕首 咬紧牙关 一刀扎在自己左肩 他忍着腾用自己那把脑子 割断了我手腕上的绳子 说你这刀子我留下了 这个给你 我吃了一惊 刚才在周延面前缩我身的事 他并没摸到 现在看是故意 我接过他塞到我手里的东西 是张登记照片 照片上的人和他样子很像 但不是他 没眼细看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红毛虽然一脸很近 我却总觉得他眼神里 有点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装好照片 说办护照需要三天 怎么给你 他想了想 说三天后晚上十点到赵家邦 离开下水道 我先打电话给代代 确认没事 又给汪亮打电话 让他请几天假 帮我照看一下代代 我让他多带几个人去 但别报警 第二天 我打电话的一个白鹅人 叫谢尔盖 让他帮我办这个假护照 谢尔盖原先是彼得堡的贵族 现在是个上海滩 给人办假证件的 他能仿造出护照上的任何东西 封皮 纸张 墨迹 公章 照片 我把他请到互东状元楼 这是家永邦菜馆 谢尔盖最爱吃这里的特色黄鱼羹 饭桌上 我对谢尔盖说了红毛的事 我拿出红毛给的那张照片 谢尔盖听完 看了一眼照片 挑了挑眉毛 用奇怪声调的中国话问我 这个人是不是红头发 蓝眼睛 个头挺大的 我点点头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谢尔盖放下了手里的条羹 仔细端向起照片来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从哪来 他多大了 是不是叫萨莎 我摇摇头 这些红毛都没告诉我 谢尔盖尝他一口气 我可能见过他 在他小的时候 他应该叫亚历山大 我们都叫他萨莎 我见过他妈妈 也是红头发 美人 他的语气突然有点放荡 他的妈妈在俄国人那很受欢迎 还有个外号 叫阿木尔河畔的红狐狸 我问他 肯定的女人是红毛的母亲吗 他说当然肯定 红头发的美人太少了 红头发的小野种更少了 我问他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 死了 他太美了 他让太多的男人为他付出 为他互相嫉妒 最后被一个傻小子开枪打死了 那小子也开枪自杀了 谢尔盖说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那段时间 红毛就消失了 从出生一直到六岁 红毛都一直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也就是生活在白俄纪院里 过了七岁的生日 他突然明白了 用烧红的梅炉钳子烫上了一个嫖客的下体 之后 母子两个就闹翻了 红毛离开妓院出去流浪 捡垃圾 很久才回去看母亲遗子 他从小个子高大 在外面活得像个大人 经常打架 也不怕人欺负 直到有一天 他在妓院门口看到贩毒瘾的母亲之后 就彻底不见了 谢尔盖还告诉我 红毛应该是1918年生人 今年才13岁 这让我有点吃惊 我想起红毛的样子 忽然明白 为什么他恶狠狠的眼神里总有一些奇怪的眼神 我问谢尔盖 知不知道红毛的父亲是谁 那谁知道 我自己还天天被寻补盯着呢 谁还会再去关心一个孩子 谢尔盖又拿起了条羹 扎摸着黄鱼羹 不过 我听说他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就怀着他 他爸爸好像是个中国人 从谢尔盖那儿拿到假护照后 到了约定那晚 我提前一小时去了赵家邦 一直等到凌晨三点 红毛都没出现 我开始有点担心 又等了半个小时 我装好护照 钻进了下水道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 只能在下水道里摸索 寻找有人活动的痕迹 沿着这些痕迹往前走 没找到红毛 却让周爷手底下的叫花子给逮着了 好像是在专门等我 几个叫花子把我带到了一个死胡同 就是上次红毛放走我的地方 没想到这里有个挖出来的牢房 用铁链锁着 上次灯光太弱没看清 我说你好歹也算是个人物 为了那么个小屁孩 何必呢 周爷不知道从哪走出来 拿文明棍敲了敲我的腿 进了牢房 我看见红毛蹲在角落 脸肿得跟包子一样 鼻子躺着血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低下头 差一点就跑出去了 碰上了埋伏 可能他们知道我要走 我掏出手帕递给他 他在眼角摁了一下 疼得骂了一声 这老记巴登 东北骂人的话 还指望我给他挣钱 只让人打脸 我把希尔该说的事情告诉他 问是不是真的 他哼了一声 说真的假的不重要了 过了一会儿 他转过身 把沾满血的手帕丢我面前 说起从前的故事 母亲死后 他在上海没了亲人 就做起了小偷 后来认识了一个东北大哥 就只跟着他混 因为他曾听母亲说 自己的父亲是东北人 在哈尔滨道外做买卖 所以就觉得东北人亲切 我东北话说得还行吧 他呵呵笑起来 疼得拿手捂住下巴 后来有一次 他和那东北大哥 一起被抓进巡捕房 在那见到了周爷 不知道为什么 周爷收留了他 周爷看上了他的体格 还有白人的长相 要培养他 让他在自己的地下赌场打黑拳 红毛打拳有天赋 但他不爱打拳 周爷就饿他 不给他饭吃 为了活命 只能接着打拳 红毛曾经逃跑过几次 跑出下水道后 有时候被抓回来 有时候是自己回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 出去了能干啥 不想再当贼 而且他长得像洋人 又不那么像 说着一嘴东北话 跟谁也亲近不来 走在大街上 有洋人过来用外国话问他 他听不懂 洋人也就不愿帮他 知道自己哪也去不了 就他是给周爷打了半年黑拳 周爷让他打假拳 设计好赛成 骗有钱人都压他赢 最后再输给中国拳尸 这样一来 既挣到了钱 又不会激怒看权的中国人 他说 你知道的 中国人最不喜欢看见自己人 被洋人打败 明天晚上就有一场 有人压了很多钱在我身上 最后我得输掉 我把藏在身上的假护照 递给红毛 问他 要这东西想做什么 回家 去看看阿木尔河 他沉默半天 吐出几个字 接着又说 东北就是我家 回了家 我就是东北人 不用管自己是洋人 还是中国人了 他告诉我 有一次打拳 碰到了一个来打拳的外国人 会说中国话 跟红毛聊天 告诉他 只要有本白人国家护照 就能离开上海 想去哪都行 他说他能帮我 但再也没来过 听说是在其他打拳的地方 被打死了 他打开护照 盯着看了半天 哭了起来 这时候 是真像个孩子了 我挪到他身边坐 点了根烟地给他 问他明天比赛的事 他说没事 明天最后要打的 还是个中国人 埃及下没什么关系 这时 牢房外面 一个叫花子 端着个破瓷碗走过来 瓷碗里成了半碗饭 上头盖着一些剩菜 红毛见到了 兴奋地喊着赵大哥 这个赵大哥把吃的送进栏杆 对我说 金先生 还能不能认得出我 我听着声音熟悉 再仔细看看 看出他是那个腰里 憋着我钱包的赵瘸子 赵瘸子掏出一把小刀 放在腰间 笔划笔划 我一下就明白了 他就是我第一次 进下水道时 胁迫我的人 没有想伤害您的意思 只是想请你帮帮这孩子 他在这里太遭罪了 他介绍自己叫赵瘸子 人们都叫他赵瘸子 他是整个下水道里 唯一针对红毛好的人 红毛应该饿坏了 扒了几口吃完了饭 赵瘸子收了碗 说 红毛 明天你能出去了 老头子这次玩得大 听说有不少人 压上了小黄鱼 比赛一玩他 就会悄悄走 而且答应放你出去 只要你在台上别出岔子 红毛站起来 真的 那金先生呢 你放心 老头子应该不敢真动金先生 明天比赛完 咱们一起走 我问赵瘸子 是不是周爷亲自这么说的 他说是 周爷开这场子 就为了小黄鱼 肯定不想最后出乱子 他做的这局 套进来不少大人物 我想了想 也没琢磨出什么 不过 倒有点担心我自己 地下的这些事 周爷肯定不想出现在报纸上 赵瘸子把手伸进栏杆里 摸了下红毛的脑袋 明天打完比赛 我进场抬你下来 然后送你出去 挨打的时候 小心点 我说你不出去 赵瘸子说 我就算了 过惯了底下的日子 上去不自在 说完 他从腰里掏出我的钱包 丢给了我 我打开钱包 见里面钱没了 只有名片和袋袋的发卡 我说 这发钱你怎么弄到的 赵瘸子呵呵一乐 金先生 我们是叫花子 就是管人要东西的主 要不来钱 还要不来一根发卡吗 没别的 我就是举着饭盘求他要的 话说回来 您那位真是心善 不仅给了我发卡 还给了我几块钱 想必你也是个善人 红毛找到你 算是熬出头了 这一宿 红毛睡得不踏实 说了很多梦话 第二天晚上 周爷的人来带红毛时 确实把我也放出了牢房 不过 没想到的是 他们把我押着 一起带去花园公寓地下室的全场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赌客 比上次的人多了很多 人群里站了几个穿黑衫带的人 显得很扎眼 大概就是大人物的代理人 赛场上已经站了各个头挺大的中国拳手 浑身上下只穿了条裤衩 手上没拳套 也没缠绷带 一副拼命的架势 红毛挤开人群往赛场里走 周爷突然带着俩人帽出来 拦住了他 周爷说 你先些会儿 今晚赛程临时调整 加了一场 他摆手 一个叫花子走进场 拍拍手喊道 各位 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位嘉宾 决赛之前 给大家送上一场表演赛 接着 我就被一脚踹进了赛场 这位金先生 是中华武术和西洋拳的爱好者 自告奋勇 要和两位冠军候选人 切磋切磋 经过抽签决定 他会先和王大宝打一场 再和红毛打一场 我想退出场地 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充当裁判的瘦子 拽住我站在了那个王大宝身边 王大宝瞪了我一眼 把鸡爪子一样的手 掰得喀巴喀巴响 我心里凉了半截 赶紧把眼镜摘了踹斗里 大家不要担心 既然是表演赛 就会点到为止 尽鞋就收 接着裁判吆喝一声 就开赛了 王大宝先哈哈哈哈大笑一声 震得我脚底下一滑 差点摔趴下 我往人群里看 剪红毛被五六个人摁在场外 赵瘸子在旁肝着急 哈着腰跟周爷说着什么 周爷也不理他 再下一秒 我就看不见什么了 只觉着脸上身上被锤子一顿乱砸 挨了一会儿 清醒过来 用日本学的西洋拳术 跟他过了几个回合 但我力道不够 每接一招 就感觉自己 在跟一个钢铁架子打架 不一会儿 我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 只是不断用舌头填我的牙床子 机械的检查 有没有哪颗牙被打掉了 王大宝越打越兴奋 肠子里欢呼也越来越高 看来这表演赛 不是见血就收 是见了血才刺激 我不想强撑 躺下喘气 想找个机会往场外跑 但动弹不得 就看见王大宝一只大脚鸭子 朝我脸上踩下来 脚鸭子没踩下来 王大宝飞了出去 一个红影已经窜了上来 是红毛 裁判没反应过来 王大宝也被踢猛了 刚站起来 又挨了红毛一个侧踢 撞在围场的麻绳上 红毛逼上去 一顿乱全 我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场子已经全乱了 裁判想把红毛拉住 后脑勺却被挨了个肘击 灯石晕了 我慢慢爬起来 扶着麻绳往外走 照缺子过来扶住了我 红毛撒开王大宝的时候 他已经不动弹了 眼睛被打爆 眼眶里看不到眼人 全都是血 下巴也歪了 红毛成一头发疯的狮子 在人群里乱冲乱撞出来 扛起我就跑 但又不知道往哪去 赵瘸子朝角落里的周爷 看了一眼 拉住红毛 说跟我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到了一个岔口 前面突然冒出一个人 喊住了赵瘸子 瘸子 怎么跑这来了 不是让你弄死这小子吗 赵瘸子连看都没看 从怀里拽出匕首 捅进那人脖子窝里 赵瘸子没停下 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金先生 您别多想 周爷是安排了 但我赵瘸子 绝不会害你和红毛 今晚这情况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让红毛把我放下 对赵瘸子说 不用解释 我信 但你得跟我们一块出去 赵瘸子笑了 说红毛这么一搅和 周爷肯定倒霉 没了他 我们叫花子都自在 我说过 不想去上头 底下自在 红毛拉住他不撒手 说他也不走了 老赵捶捶他胸口 说上头世界大着呢 回趟东北再出来 让金先生待你见见失眠 直指我胸口的血 你不能不走 金先生这身子扛不住 得去医院 红毛紧钻的拳头 不说话 赵瘸子拉我到一旁 说金先生 麻烦您破费 给红毛买张船票 回头我找您还 我让他放心 一定会把红毛安全送上船 又拐了两个弯 赵瘸子停下来 把煤气灯递给我 有人来了 赶紧走吧 我接过灯 扶着红毛继续往前走 渐渐看到了远处出口的一点亮光 可能就是因为看见了那点光 我感觉四周的黑暗更黑了 赵瘸子没死 至少没死在那天 那天晚上 黑圈场子死了不少人 道不全是因为红毛 周爷的对手 滑稽的虎牙子 那拨人混进了赌场 趁乱开了杀戒 寻补房从地下室和下水道里 一共抬出了十几具尸体 我去看过 没有赵瘸子 但却有周爷 周爷是中枪死的 或许就是大人物干的吧 我也不知道 我用假护照 给红毛买了张北上的船票 带他去汪亮那检查了身体 养好了伤 然后买了些路上用的东西 给了他三十块钱 当我回了家 我就是中国人了 东北人 他反复说了这句话 直到和我分别 登上了大德号轮船 这个决定 将让我后悔一辈子 两天后 大德号轮船航行中失火 死亡者 失踪者无数 我想尽办法探听船上乘客的消息 没找到任何关于红毛的线索 我是真的很想待他见见失眠的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 一直有个疑问 大侠们天天杀人放火 咱们就没几个会被官府抓的 故事里几乎没见到过皇帝宰相什么的 后来知道了 大侠们的江湖是地下社会或叫秘密社会 既然在地下又很秘密 那座什么都该是背着人的 就连武林大会都躲书林子离开 其实就违法的 在我看来 这些地下社会的的形成 大部分是为了走到地上 从古代到民国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从地下到了地上之后 一般都不会再认可地下了 哪怕自己还在以地上的身份 做着地下的事情 比如故事李周爷 他手捏文明贵 当然是个地上生活的人 但又明显是个地下社会的混混头子 因为他就是地上大人物 搞地下活动的中介 不过最后没搞好 让大人物一枪崩了 我的结论是 真正地下的事 往往是地上的大人物在干 而想在地上过正经日子的人 常常被迫钻到地下活着 什么地上地下的 你一定看晕了 以为我是个脚石棍 其实我也很晕 太多的事 我也只能瞎猜 这就像你走在胡同里 路过一间四合院 两扇鸿门也不算大 你以为就是个四合院 但里面究竟是什么 你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